一般凡夫众生的内心是昏昧暗顿 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诸天魔王跟鬼神 他有五种的暴通 只是差一个漏进通 最重要的是他内心贪恋三界的尘劳 你现在要离开三界 你要把你这部分的业力消灭 他怎么能够让你去破坏 他们认为最安乐的三界呢 这些鬼神 诸天魔王 还有一般的亡两精魅 这些旷野鬼神众 在你即将成就三魅 但是还没有成就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这里干扰你 目的就是要破坏你的三魅 他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这段经文 讲到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 静由心生 外在的世界 是你内心创造的 当你内心开始变化的时候 你来生的果报 也在你的止观当中 开始起了变化 这些变化 十方诸佛菩萨是随喜赞叹 但是你过去的冤亲债主 跟魔王 就非常不高兴了 第二个 邪正不两立 魔王的心是贪爱三界的 是一种邪恶的念头 修学三魅的心 是一种正面的 那是菩提性的 一个轮回性 一个菩提性 这两个是互相干扰 互相冲突的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你一个家庭里面有六个人 只有你一个人学佛 你看他们很奇怪 他们看你也很奇怪 因为磁场不同 因为你释放的是一种 想要出事的念头 他们都放异 他们看到你也觉得 你很奇怪啊 这表示什么 真 忘的磁场 的确是有互相干扰的 小纸观里面 一个真实修行的人 不能跟太放异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的磁场 跟你的磁场 会互相抵触 所以 如果你还是颠颠倒倒 你只是在积极善业 那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你的磁场 还是在随顺妄想 你只就是在 无量的妄想当中 成就一些善业的果报而已 以古人说 你还没脱胎换骨 你过去打什么妄想 现在还打什么妄想 你只是在这么多妄想当中 多一些善业的点缀 如此而已 但是 当你真实觉悟的时候 那就不同了 那你的生命 叫做逆流 逆流照性 你已经不是顺着妄想 你开始产生一种逆流照性 开始回光返照 正面真如 这时候你生命产生 很大的变化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